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宁 现在几乎人人都有微信 但是用微信打字非常的慢 有时咱们要表述一件事情 需要花好几分钟的时间去理文案 但是对于很多老名人来说 根本就不会打字 那今天猫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方法 轻松解决以上所有打字的难题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平常需要回复微信的时候 非常的麻烦 要打出一大串的字 并且对于很多老名人来说 打字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呢 不需要大家费力打字 一分钟内自动帮您打出上百字 我们点一下下方的话筒 点好后按住说话 今天是周一 记得早上八点钟开会 帮我带一份早餐 接着我们往上滑动 这里呢有一个文字 滑过去以后松开手 大家看一下 识别出来非常准确 今天是周一 记得早上八点钟开会 帮我带份早餐 如果呢大家发现 有说错话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点一下文字 然后直接删除即可 用此方法呢 非常的方便 我们点击这个勾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消息就被发送出去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第二种方法 功能就更加强大了 我们点一下下方的加号 点开以后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语音输入 那这个语音输入 跟刚刚的语音输入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点一下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实时的翻译 普通话 粤语 英语 四川话 那猫宁呢 是四川人 我选一下四川话 看看它的精准率如何 今天晚上要吃火锅 不要玩了时间哦 挤到打一瓶酒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说完以后 都是实时翻译的 精准率非常的高 我们只要点一下这个消息 还可以在上方添加表情 是不是功能很强大呢 如果这时我们发现 还有的话没有说完 还可以继续点击话筒 继续说 那这时我们在一分钟内 打出上百字 上千字 都是轻轻松松的 这两种懒人输入法 都非常适合 不愿意打字 不方便说语音 或者是老年朋友 非常的实用 微信打字慢 以及不会打字 该怎么办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方法 你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 记得分享给生命的老年朋友们 让他们也能轻松用微信 我是猫林 下期再见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脸招 欢迎在频道下方 顺手点个关注吧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